大家好我是羽木 這是一部日劇 日本的電視劇 它叫做衛裝夫婦 GISO NO FUFU 理想ではありません 是衛裝的夫婦 不是理想的夫婦 OK我會講的就這些而已 不只是衛裝成理想夫婦 還有更多的內心戲 這是一部以生活家庭為題材的電視劇 女主角從小被她的阿姨養大 處世了溫良恭敬讓 她時常面露女王般高聲莫測的微笑 與周圍的人保持一段安全距離 她不喜歡公開發表內心的感覺 而是不斷地低語 她不喜歡公開發表內心的感覺 她喜歡閱讀各類書籍 很愛看書 並且擁有異於常人的記憶力 不是超能力 就是她記性很好 她看過很多書 她的內容都會記得 女主角她有25年的感情空窗期 25年沒有戀愛 多年來她在圖書館 東修卡擔任管理員 過著簡單的生活 直到她的初戀情人 她學生時代的初戀情人 意外的出現在她面前 而且呢這個男的她的初戀情人 提出假裝成家 女主角的生活因此開始有了變化 天海又西 哲村藝術 男女主角 還有內田有記 通常學家 四位知名的演員 秉賢主演 偽裝夫婦 琢磨成年人的感情世界 與家庭關係 兩性或同性相愛 與老人家和小朋友相處 雖然是嚴肅的話題 但以輕鬆詭諧呈現 很多橋段很搞笑 這個哲村藝術是 很... 可是我還... 我還老是記得她在... 她演過很多戲啦 特別印象深刻 她在白色巨塔 就躺著壽命版本 白色巨塔 反正那哲村藝術在裡面 她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我一直覺得她是那種 很嚴肅或者是很專業的 醫生啊或是律師 我沒有想過她可以在... 可能我看的不夠多吧 她可以在這裡 是一個... 幼兒園的代理員長 她也是一個同志 非常生動 她真的很好笑 表現得很好笑 劇中人物的生活態度 透過故事想要告訴我們一些 生活的可能性 這樣也可以生活啊 這樣... 就生活的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 她是一套... 看了會感到... 娛樂 蠻開心的 而且帶點... 省思的電視劇 Juju所演唱的... What You Want 這是她的... 電視劇主題曲 輕快 曲子很好聽 很吻合的 這套劇的... 很喜感 想要記錄下來一些... 隨筆... 分享一觀後感啊 善意的... 謊言 男主角的... 媽媽她... 找了一個... 藉口 是一個藉口 也可以說是... 善意的謊言 促使男主角... 趕快... 達成媽媽的... 心願... 結婚... 成家... 有時候為了讓人家注意到我 或是為了達成自己的... 心願 我們... 會需要一些藉口 甚至有時候... 純粹只是讓日子好過一點 會有一些... 藉口 會有一些... 善意的謊言 當然... 藉口跟善意的謊言 不是... 相似 但是我在這裡這樣說 沒關係我講下去 每個人都不喜歡謊話 連這個... 神格的... Lucifer 也不喜歡 那是一種... 被欺騙的感覺 不喜歡被騙 尤其... 知道... 自己被騙的時候 的確很難受啊 但是... 我們能... 不被騙嗎? 劇中... 男女主角... 偽裝夫婦 讓來日無多的... 媽媽... 男主角的媽媽 過得開心一點 希望... 兒子可以... 結婚成家嘛 呃... 女主角... 像是... 願意騙人 也願意上當 願意配合... 男主角上演這段戲 他... 裡面設定是四十五歲的嘛 他... 跟男主角... 相戀的時候 是... 學生時代... 二十歲... 二十五年來都沒有再... 認識別人... 呃... 談感情啊... 呃... 二十幾年來也有... 在歲月裡面累積... 一些... 對生活的體會... 對... 生活的... 智慧... 所以他可以分辨這個... 謊言之中也有所謂的... 善意的謊言... 那當然他也包括他的... 人情事故嘛... 是... 人家長輩的一個... 心願... 感覺上比較好一點的做法... 一些人情事故... 而是不足以... 答應請求... 答應... 偽裝夫婦... 雖然呢... 他在戲裡面... 女主角也... 說了... 也就是... 身份證上... 說了一條... 結過婚... 離過婚... 的紀錄... 聽起來... 很形式的東西而已啊... 但是呢... 人非草木啊... 為了配合... 男主角必須付出... 這樣的... 代價... 怎麼說... 還是... 感傷... 所以... 女主角心中還有... 更強烈的情感... 讓他願意答義... 那是... 勇敢的愛... 一份... 善意包裝的... 謊言禮物放在面前... 需要... 勇敢的愛... 才能夠認出他... 認出他不是... 爛謊言... 他是... 善意的謊言嘛... 認出他... 打開他... 然後接納他... 寂寞... 寂寞的是... 另外一個心得... 四位... 獨眼交織的... 情網... 他們有... 這個跟這個好... 那個跟那個好... 這個... 交織... 感情方面的... 有同性... 也有異性... 對我來說... 劇情安排的... 相當... 殘酷... 尤其是我嘗試... 站在... 這個... 內田友記和... 宮藤阿虛佳兩個角色... 的... 立場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的選擇... 比起... 男女主角... 還要了不起... 內田友記在... 劇中是... 一位受到... 家庭暴力... 而且... 行動不便的... 單親媽媽... 他不想... 讓... 成年人的遭遇... 造成... 他的小女兒... 成長負面影響... 生活當然... 還蠻辛苦的嘛... 就單親媽媽帶... 他的小女兒... 蠻小的喔... 我不知道幾歲... 也許有眼我沒有記得... 反正... 很小啦... 會自己走路會講話... 當他發現喔... 小女兒... 對... 女主角... 特別有好感... 牽下父母心嘛... 他就心裡面... 只想給孩子... 最好... 但是他沒有因此... 求好親切... 力邀女主角... 共組多元家庭... 那種求好親切... 他沒有... 因為他知道... 女主角... 本來有自己的生活... 而且呢... 和伴侶關係... 這樣的家庭模式... 也不見得... 人人都可以接受... 所以... 男親媽媽第一次的選擇喔... 對我來說... 他有兩次重大的選擇啦... 對我來說... 這不是劇情... 那這第一次的... 重大的選擇... 是... 和女主角... 保持適當的距離... 關心... 並且陪伴... 而不是一直... 去親近他... 就是... 我們一起生活啊... 我女兒很喜歡你啊... 我們很... 沒有...沒有... 保持適當的距離... 關心... 而且陪伴女主角... 那我覺得這是... 很溫馨的態度... 那殘酷的是... 依照劇情發展下去啊... 而... 用我的話來說... 女主角他像是... 感染了... 寂寞病毒... 感染了寂寞病毒... 他答應擔心媽媽... 兩大一小... 兩個大人... 跟小女兒... 兩大一小一起生活... 並且... 持續了一段時間... 當女主角發現... 原來自己還是愛著... 男主角... 而那個感覺很強烈... 不能忽略... 也無法忽略... 女主角必須離開... 單親媽媽... 離開這個小女兒... 回到男主角身邊... 啊... 單親媽媽因此... 生氣... 憤怒... 頭上長腳... 在那邊... 咆哮著喔... 感情可以... 這麼任性嗎... 可以這樣開玩笑嗎... 我覺得難免啊...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一時間爆發... 但是他後來還是有爆發的... 感情可以這麼任性嗎... 可以這樣開玩笑嗎... 這是我感到... 故事... 殘酷的一個橋段喔... 因為喔... 事實上... 感情... 的確是任性... 至於呢... 是不是... 開玩笑... 也不過就是... 立場不同的因素而已... 要面對任何一段感情... 勇敢是必須的... 他不會一直都是粉紅色的... 他也不一定都有什麼保障... 單親媽媽第二次的選擇... 中大的選擇... 也就是說... 他在生氣之後... 嘗試理解... 並且放手... 讓局面平和... 而讓女主角回到男主角身邊... 我認為成年人可以... 做到這樣的程度... 很不容易啦... 感情世界裡面沒有人... 也沒有什麼東西是... 一定要這樣做才是對的... 但能夠這樣做很不容易... 但是呢... 這個故事不只是... 大人而已... 還有一個小女兒... 也接近尾聲... 小女兒在圖書館... 大哭的那段戲... 非常... 難為情的場面... 要一個... 孩子... 五歲... 假設他五歲啦... 這就是... 小朋友... 去面對... 這個喜歡的阿姨... 因為他自己還不確定的感覺... 而後來確定必須離開的事實... 有什麼描述... 可以比這個劇子還要長... 還要複雜... 跟小孩來說... 這... 太多...太複雜... 除了哭... 孩子他還能怎麼樣... 但是... 局面真的是... 整套劇喔... 笑料不斷... 很有喜感... 但是那段戲是... 唯一讓我感到... 痛苦的... 不是他不好看... 是好看... 不是... 嘻嘻哈哈的一段戲... 那段戲是... 蠻痛苦的... 好看的... 一個叔叔... 也是一個劇中人... 那個叔叔跑出來... 變魔術... 化解尷尬... 轉移... 小...小朋友的那個... 注意力嘛... 不something... 令我... 趕開萬千了... 唉... 也只能這樣喔... 也只能這樣... 面對... 人生的聚散禮和... 有時候我們... 只能... 裝瘋賣傻... 我們不是真的瘋了... 或是傻... 裝瘋賣傻... 似乎從小開始... 下一段... 下一段... 太沉重了... 對... 任性不是錯... 任性不是錯... 那講好像有點霸道... 聽聽看... 男主角是... 同志... 在戲裡面... 他喜歡... 和女主角一起生活... 不只是... 應付爸媽... 要他... 成家... 他確實... 也想要... 和... 女主角... 一起生活...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 無法改變自己的... 性取向... 他的同志... 所以呢... 他也喜歡... 東坦阿虛佳... 這是一位... 在戲裡面... 年輕力壯... 富有正義感的... 大男孩... 我如果是... 出... 電視劇裡面這樣演的話... 真的... 男主角實在是... 就很任性啦... 在感情上面... 這樣的人物啊... 讓我... 聯想到一段... 電影對白... 其他電影一個對白... 印象很深刻... 一位老經驗的... 警探... 他知道了... 另一位... 年輕警官... 他們同事... 年輕警官... 已經結婚了... 老警探的說... 職場裡面有一種觀感... 結婚的男人... 比較有健保... 有責任性... 而我只是想告訴你... 你結婚了... 很幸運... 因為... 你找到一個... 可以忍受自己的人... 繼續... 常常看電影的讀者已經... 可以聯想到是哪一部片了... 對... 他是... 無間到改編成... 美國版... 那裡面有出現... 整個對白了... 偽裝... 夫婦... 男主角... 的情感... 這方面... 太過任性... 真的... 就是... 他很喜歡... 跟女主角... 在一起的感覺... 甚至想一起生活... 但是他又... 沒有辦法改變自己的... 性向... 所以他還是... 是看到... 年輕力壯富有正義感的... 大男孩... 快遞送貨員... 他是... 內心而感到小路亂撞這樣... 不是很嚴肅啊... 但是... 對當事人來說... 就像那個什麼... 原來... 感情世界這麼小... 三個人就快要擠到窒息... 就只有那種味道嘛... 這很難... 我也想對男主角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最好找一個對象... 像女主角一樣... 這樣的對象... 可以忍受你這一切... 不是... 不是包容... 是忍受啊... 這是忍受... 我不是... 蛇怪... 男主角... 不可以這麼任性... 我都會累死對方... 而是既然如此... 那最好可以找到... 忍受這一切的對象... 而且如果有發現的話... 一定要好好把握... 他也很幸運... 他找到了... 這女主角... 男主角... 一方面任性... 而另一方面... 處事的觀念... 世界的事... 處事啊... 處事的觀念... 有魅力... 他是... 幼兒園的... 代理員長... 他相信呢... 接納不同個性的人... 是一種好的處事態度... 並且呢... 把這個觀念... 交給小朋友... 這份執著讓我相信... 女主角為什麼願意愛他... 因為這是一個... 人的人格特質... 一個美麗... 就算是他... 在感情上面... 比較任性... 可是他還是有... 人不是只有一面嗎... 那這個觀念... 還算是... 比較大的東西... 我想說... 只是... 有時候... 就算... 人啊... 再怎麼... 令人... 一股... 撒勁也好... 一個微笑也罷... 就是一點... 小小的... 專有的... 獨有的... 個人氣息... 就足以讓對方... 以偏概全願意愛... 所以呢... 我認為... 每個... 組合都有他... 互相吸引的點... 天下有情人... 忠誠眷屬... 不見得是... 必然... 但是... 有情人願意... 多... 了解彼此... 那份心意是... 很...感動人... 很迷人的... 也是... 很值得珍惜的... 好的... 想要... 閱讀... 更多... 圖文並茂的... 歡迎... 來到... 的網站... 可以看一看... 有... 這部... 衛裝夫婦的... 預告片... 再會...